出理從這邊 檔案 有沒有叫P處理 他就是要少一個次我也沒辦法 P4處理好 這個就是三個步驟就完成 1 2 3 各位老師有看過那個妙兒書的廣告嗎 他不是說尿布嗎 1 2 3 牽起來好不好 三個步驟就完成啦 第一個動作當然你要告訴他你的照片在哪裡 所以有沒有開檔案沒有關係 第二個你要告訴他你要處理什麼事情 第三個要放在哪裡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第一個 通常我的作法會在照片整理在一個目錄裡面 所以我們會用增加目錄的方式比較快 如果你要一張一張加那你用這個方法 OK 好我就直接選目錄了 我就從這邊來選 這裡 好我就拿這P次的好有沒有全部都進來了 那你再自己決定哪一張要或不要 好 再來自動處理 你告訴他看要做哪些動作 好比如說我先把舊的我先把它清掉 假設您是要做證件罩的 您就按一個加號 您找看看 他裡面 有一個叫做證件罩在哪裡 在這裡 對不對 增加 好看你要做哪些動作 就把它做進來 好證件排版 那我怎麼知道你要排幾吋的啊幾張的 所以 你加進來之後請你再來找右手邊相對應的動作 這裡有沒有 這裡沒有看到對不對因為在其他這裡 有沒有 證件罩 好 點一下 其實他會記住你最後一次做的 所以這樣就不用做太多動作 好的 我是不是要處理 這個而已 那我就要 最後 輸出 我告訴他在哪裡 原則上他預設會放在 你原來的資料夾 然後後面檔名後面會加一個這個 可是我覺得這樣比較容易混淆 所以我通常會自己建一個資料夾來放 那麼我就來 先新增一個資料夾 好放在這裡 那所以 我們在這邊我來選 自己指定路徑 然後來選擇我要放在 桌面的新資料夾2 好確定 然後就確定 這個時候 都可以 點一杯咖啡回來就做好了 等一下 因為這邊 我剛剛那邊選的時候我有設定要裁切啦 其實如果你不用裁切事實上就直接做完了 如果你一定要裁切就要每張還是要稍微 調整一下 哎 哎 有沒有 好 那個選項在我先讓老師稍微看一下 因為我剛剛在做的時候 我剛忘記了 幾家 這個 工具裡面的證件 這裡 有一個 有沒有 先手工 等一下 P刺 這裡 這裡 好自動處理 這個 其他 這個 對不對 因為要先手工才能 如果你不用的話假設你的比例都對了 其實你就選這個 那就 不會再問你 好就不會再問你 所以我先這個 確定 這裡 確定 這樣今天也可以安心去喝咖啡了 好 這個是會因為剛才有錢做的 就把它蓋掉就好了 有沒有一張一張就做完了 我想各位電腦現在應該都蠻快的所以不用等太久 除非說你的量真的很大 對啊 做證件照 就是要發揮那個服務大眾的精神 才會覺得比較好玩 自己做一張 一下就做好了 沒有太多的成就感 那這個讓他繼續做沒關係 我給各位看一下 他做完之後 其實就像這樣 你看每一張 有沒有都做啊 很快啊 所以如果你覺得 前提就是說你要先裁切好了 比例對了 比如說像 我們第一次沒辦法 我們要給人家照嘛 對 那 他都會給你那個數位檔案啊 那你就丟那個數位檔案不用裁切了就 就一次就做完了 嘿 這樣就比較快一點 那我把畫面就還給老師